丘老师,我们在特斯拉的财报公布之前 今天要先行的帮大家做预测跟掌握了 特斯拉的第一季财报到底好不好 现在根据了美国分析师的情资最新掌握 第一季的财报应该营收有机会达到180亿美元 年增73% 但是更狂的是EPS 第一季的EPS是上看2.47美元 这就代表说年增的幅度有机会来到1.6倍之多 但是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上海的停工 因为现在虽然慢慢的陆续复工复产了 但是因为你能够复工复产的产量 还是有减班的关系 所以你现在能够制造出来的车 没有像之前来的那么多 所以产量在第二季 甚至是五六月份你该如何去做补足呢 还有第一季的交车数量 目前换算下来是超过31万辆 但是第二季到底会迎来逆风 还是会有更好的成绩单 要如何检视特斯拉的财报呢 好想要看特斯拉财报 你看到了三月底上海的封城到四月中 那我相信一定对它有影响 同纪的报告大概是 每天要少大概2000多辆 那这样的时间大概是减少4到4.5万辆 好 那这个其实是一致的利空 但我们看到昨天的一个 美股里面特斯拉是不是呈现一个大涨 对 那前天它就已经先重新占为1000美元的一个关卡 那昨天又大涨 今天的盘后它要公布它的一个财报 目前看起来非常亮眼 因为那个财报基本上在封城之前 就已经知道的一个结果 但我们知道它最近有两个工厂 超级工厂又正式得也开始产出了 一个是德国柏林的工厂 这个部分目前虽然一周只有350辆 但是希望未来可以达到一周有一千辆的一个水准 要看的是它未来这个往上走的速度有多快 另外它在德州的一个超级工厂也开始运作了 那这个也是它另外一个 可以增加它产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会认为说你去看特斯拉 与其你去看它公布出来的一个数字 如果符合预期 那我觉得那刚刚好而已 你要去看的是它未来的一个产业前景 它产能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那恢复的速度有多快 那这两个新的工厂能往上走 但我认为股价已经说明了一切 未来的一个特斯拉 我认为它会带动整体的电动车 相关股数行动往上走 不过我在今天里面 特别想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因为特斯拉已经连涨两天了 那国内的一个相关的供应链 其实也反弹了两天了 车用相关也反弹了两天 那有些是先刚刚转强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报告 因为明天开始会有一个 台湾要举办从4月27号到4月29号的 一个Touch台湾这个展览 那明天会有一个展前的记者会 我帮大家找寻最新的一个题材 那其中里面就有一个是 电子时报的一个专题有报导说 台湾要迈向全彩电子的亡国崛起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2021年因为全球疫情持续 再加上劳动资源的吹乏 人力资本上升 零售业对ESL电子货架标签的需求 端生之内暴增 不管是亚马逊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大骂厂 几乎全部都在使用 那也加速了电子标签大量化 那近期台湾还有厂商开发出 太阳能的电子货架标签 那针对室内自然光或若光天下的能量 收集和供电系统装置 可以对照这个照明光源进行采集 转化电能储存到ESL内的一个可充电电池 那进一步再显示跟变价功能 这个也会在下一周的这个Touch台湾 开始做一个亮相 所以ESL的这一个趋势 第一个在疫情的一个影响之下 它是全面性的爆发 第二个整体的功能不断的一个 往上做一个添加 我认为它未来的试用范围会越来越大 所以看到最近两天 电子股虽然大多数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对不对 但是有一档公司 它悄悄准备创新高 而且投信又是连续六天买进 这是代号8069的源泰 所以电子股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另外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个是代号1605的滑星 过去我们说它是大牛 我记得在第一天大涨的时候 优打就问我说那这档个股怎么看 我说它过去通常大涨一天隔天休息 结果没想到这一次是连续五天的一个大涨 那我想这个大涨带来的是什么 我觉得带来了一个集团做账的一个意味 集团股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会慢慢被引动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找到一家 既是华新家族中有开始进行电子货架标签发展 而且已经有认证了 今年的地际产能已经从每个月五千片提升到一万片规模 而且现阶段的股价还低于净值12.83 代号309的核心 我觉得从这边开始去走 我觉得它的一个攻击的力道会非常非常的强 最主要关键是在于 你如果看到180多块的原台 你买不下手 那同样有这个电子标签的3049的核心 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很便宜 大的一个个股在往前带头 小兵在后面做一个跟进 再来最近的华新集团的股价其实轮动非常快 而且涨势也非常凶 我想这个两个月前大家最看好的应该是 应该说一个月前大家最看好的应该是4919的新唐 那时候股价从季线140元左右 一路攻到205元的高点 那紧接着大家就看到8183的金星 最近开始转强 那最近轮动到谁 1605的华新 华新本体它持续的创新高 那我想3049的核心 也是华新集团旗下的公司 那我想个股轮动 第一个也会有机会 那我再去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获利 去年的获利有1.24元 那股价的一个净值现在是12.83元 那现在的股价跟净值其实在约略才相等而已 那获利这么高 本益比又只有10倍 外资其实我们看每天都在卖电子股 但是针对这些小型的个股 它是连续三天的一个买进 过去7天是买了6天 那股价现在从刚刚从底部转上翻红 我想最低的一个价格在前几天出现 11.95 这个是相对绝对的底部 你如果对到上一波的大量趋势 在去年底最高是49.55 那个时候同样也是什么 电子标签这个题材排它引动 那我想现阶段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又有EPS做保护 这边我应该可以在这边好好去做留意哦